短的挑 长的拉 拳台正手的 你要注意就是脚底下前后 挑 前后 前后 你现在要注意一下 首先 前后步伐 为什么叫前后 为什么不叫后前啊 前后前后 先盯前面的 再盯后面的 叫前后 那么从前面往后容易 从前往后退容易 从后往前上南 懂了没有 比赛当中绝大多数时间 第一板都是从台内开始 对吧 专业的 包括半专业的 达到一定的水平的 都是从台内开始的 那么都是从前往后来练的 那么很多人第一板 发个下旋 你是不是得摆短 对吧 摆完短 下面一板长了 你是不是得下来拉 那么这个 两个球就 就有一个前后的关系了 懂了没有 所以说 先盯短 再盯长 因为你人的反应 肯定是比球要快 对吧 人的反应肯定比球要快 那么 长的球有这么多距离 这么长的时间 给你去判断 那么短的球 它毕竟在台内 它没有距离 距离很短 对吧 给你调整 给你做出调整的时间 是非常短的 那么所以你的注意力 应该是百分之六十七十的 注意力是在台内的 一定不是看着球先拉手 短了 再上去 来不及了 球 当球跳起来之后 它很快跳第二下了 没时间给你去做第二下动作 所以说第一 肯定是定台内 长的球 你感觉第一判断 然后球长了 你再去做这个往后的动作 你都来得及 一定不要先拉着手 再上去 我们简单地称之后 就从前往后找 这个球 球从落台到 整个球落地的整个弧线 是五个点 对吧 是五个点 那么你从第一个点开始找 从第一个点开始找 你能找到第一点 那是百短 对吧 找到第一点 球一落台啪 是百短 那么你要挑 是第几个点 第二个点 或者第三个点 上升前期 或者高点 对吧 大多数时间 会在高点去挑这个球 对吧 那么下来拉呢 高点 挑这个球下来拉 第几点 第四点 下降前期了 对吧 如果第四点 你没有找准 你可以找第五点 下降期 对吧 无非就拉高调 对吧 你有两个点选择 对吧 所以说从前往后找 那么你的脚 还是要求你的脚 要跟住这个球 脚去要跟住这个球 这个也是你在平时当中 训练当中很难练到的东西 因为很难重复性的长短 一般就是一板短的 后面全部都是长的了 对吧 很难练到这种 连续的前后移动 懂了没有 要求你的脚 始终要跟着这个球 对吧 先钉短 对 短的不要伸手 人上去 对 对 下去 对了 钉短 对 每一下都钉短 对 长的自然打开 长的自然打开 打开 对的 短的 对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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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刚才好多了 不错 最好每一板能使上劲 短的调 加速 对了 加速 对的 加速 对的 加速 对了 这个感觉体验非常好 从前往后找 从前往后 对 对 腰胯的反应快一点 对 对 腰顶住 对 对 对 好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很好 哦 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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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